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今天晚上是5月12日,2022年 是大地震的14周年纪念日 也是秋一顺月教会 从2009年开始设立 从5月12日到6月4日 为为国家祷告月 所以今天也是教会呼召的 禁食祷告日 秋祖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铭记恩典 让我们更深地在他的标杆上直跑 那下面今天晚上的教会的祷告会 我们现在开始 弟兄姐妹请听宣招的经文 约尔书二章12到18节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禁食 哭泣悲哀 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降所受的灾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 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 也未可知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 分定禁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 聚集众民 使会众自杰 招聚老者 招聚孩童和吃奶的 使新郎出离洞房 新妇出离内侍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要在郎子和祭坛中间 哭泣说 耶和华 求你顾惜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列邦管辖他们 为何容列邦的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 发热心 连续他的百姓 阿们 是上你的话 我们请来献上 开始的祷告 圣洁 荣美的天父阿爸 我们仰望你 我们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你来 继续的怜悯我们 看到我们都是 那场地震的幸存者 看到主啊 你曾经震动的地 再一次你要震动天 你要使那一切的 空中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都从那天上坠落 坠落到那无底的深渊里面 所以求主你的保守 你的儿女 今日向高住行 让我们 帮我们的盼望 定基在天上 因为有一日 我们要与主你 一同掌权作往 求主你来 继续的连续这地 看顾你自己的子民 让我们宣告严肃会 宣告进食会 我们要哀哭 世人要欢笑 但是有一天 世人要哀哭 我们却要欢笑 求主你来 赦免我们 继续的 用你的怜悯 来拖住 你的众教会 你的众儿女 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我们如此祷告 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 求主继续的诗恩 来搭救我们 怜悯我们 我们唱诗歌 奇异恩典 优优独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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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的诗歌 优优独的诗歌 优独的诗歌 优优独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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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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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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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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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仰望你 让我们向你举手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你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的上帝 主啊你在天上查看你的百姓 主啊你赐下 每日赐下你的恩典连续给我们 主啊你看到 让我们再次回味 我们自己是如何的被你拯救 我们如何的在这世界的废墟之中 在那真的是整个的大地晃动的时候 我们哪里去寻找安危 主啊如果 没有你的应许 没有你的话语 没有你那信实的 在耶稣基督那新约的保障 我们哪里能得到拯救 求你再一次的 让我们欢软的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欢呼 向你赞美 向你称颂 来侍奉你 来敬拜你 求你来带领你的儿女 带领你这群 你自己的百姓来送赞你 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 祂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赞美 求主来帮助我们 在人生的各样的处境中 都能来赞美祂 都能来向祂祷告 向我们来唱一首认罪悔改的诗歌 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 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深的看到 这是十字架的道路 这是蒙福的道路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和坚韧 走祂所命令的道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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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好说算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如此的 李宗盛 苦难也显明在人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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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说 就是李宗盛 苦难是 苦难是神的 遇到 李宗盛 和的一个标记 基督所背过的十字架 我们也要背 第五种 有一些苦难 我们确实不知道 为何会发生 有一些苦难 粗 是上帝一种隐秘的旨意 我们无法去知道 真言书二十五章 二节也讲 将是隐秘 乃是神的荣耀 在圣经中 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子 就是约伯式的苦难 我想 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 或许有人因为被神管教 遭受苦难 或许有许多的人 是因着某种上帝隐秘的旨意 遭受苦难 或许也有人是为了彰显出神的作为 遭受苦难 愿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来寻求神的安慰 那上帝最大的安慰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能够对那些在大地震之中 失去家人 失去亲人的人 能够给他们最大的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如何帮助我们来认识 来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呢 那在诗篇中 那在诗篇中 诗人讲说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所以胜过这世界苦难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 就是享受被神引导的喜乐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也说 主啊 你赐给我更多的亮光 你来开启我的心 所以盼望我们在阅读上帝话语的过程之中 被上帝的灵所引导 在祂的话语之中 寻求安慰 寻求鼓励 寻求苦难与死亡背后 那个更超越性的意义 那最近教会有蛮多的兄姐妹经历疾病 或者说她的亲人经历疾病 愿你在痛苦 你在绝望的时候 可以拿出诗篇 你可以翻阅到一首 你来朗诵它 你来朗读它 上帝的话语之中 乃是有光的 愿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 第二点 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 圣人讲说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什么叫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呢 如今那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 只剩下一些石头而已 只剩下一面枯墙而已 那这里是在讲 愿我们能够与神同在 过一种在地 如同在天的生活 活在地上 就如同活在天上 而如果你是活在天上 地上的生命 地上的痛苦 反而就成为一种表演 就成为一种戏剧 就成为上帝为我们所制定 为我们所写的一个剧本 所以相信永恒的人 相信自己属于天国的人 他会得到更深的安慰 当使徒们在初代教会 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时 他们就遇到各样的逼迫 他们就遇到各样的诋毁 然而他们深知 神与他们同在 而与神同在的这一份喜乐 这一份真实 成了安慰 他们在痛苦之中 非常重要的灵丹妙药 第三点 享受敬拜上帝的喜乐 我以前对这首诗篇43首 对这首诗篇最初有印象 是因为唱一首赞美诗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那首赞美诗 当今年我们认真的来研读诗篇的时候 我惊讶地发现 原来这首诗篇 是以色列人在流亡异乡之时 发出的祷告 他们已经做了亡国奴 他们在如此背井离乡 淒淒惨惨的处境之中 居然在享受敬拜上帝的喜乐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谈情赞美你 什么叫走到神的祭坛呢 就是走到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的现场 就是看到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大胆地来敬拜神 从上帝那里支取我们每日所用的灵粮 我们每日所需的力量 我以前在探访咱们教会一位老弟兄的时候 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就发现他在家里头放赞美诗 很大的一个电视放着好大声的赞美诗 那时候我好像幸福一年多 我就很惊讶 我来探访你来了 想着你应该是身患重病 在家里躺卧的样式 但他在家里赞美 他放着赞美诗 照着电视上的屏幕上的这个歌词 在唱歌 在赞美声 在赞美之中 我们往往会更多的看见恩典 更多的看见上帝的信实 让我这样说 一位常常在敬拜中赞美神的丈夫 也往往容易在他的妻子身上 看见上帝的恩典 一位常常赞美上帝的弟兄姐妹 他也往往容易在教会之中 看见神的恩典 而不是陷入在抱怨之中 赞美神会改变我们的灵性生命的状态 愿主帮助我们 愿你常常在你的家中放起赞美诗 你常常拉起你妻子的手 带着你的孩子 一起来赞美上帝 那第四点 叫享受仰望上帝的喜乐 我的心啊 你为何拥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为我还要称赞他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无法在这个世界找到答案 同样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经受的苦难 我们也无法在这个世界找到 抚平苦难的良药 所以仰望上帝 就显得极其的重要 相信那一个永恒之中的生命 相信了一个复活的力量 相信那天堂的真实 就成为我们基督徒奔走天路 最大的盼望与安慰 摩西在埃及的时候 他活得不好 但他却因着性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 他也不愿意暂时在最终之乐中享受 《西伯来书》11章26节讲到说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摩西在仰望基督 就如同我们在仰望基督一样 他在仰望之中 他盼望得到那一个基督 所要赐给他的赏赐 前几天跟一位即将收洗的 一位姐妹 我们有这个会有的协谈 这位姐妹就提到说 她感觉自己对于复活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向往 她也觉得信主就信主嘛 你为了点什么总显得怪怪的 我为了复活 为了进天堂 好像我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向往 她觉得好像抱着这么一个目的 好像就信主信得不纯洁 感谢主 这是一位非常愿意去思考神的话语 愿意去反思自己生命的 一位新的姐妹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种误区 因为这个世界往往太具有目的性了 我们做一个事情 总会有一种功利性的目的 总会有一种 好像要算计一下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以至于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 好像觉得有一点目的 就显得自己的动机不够纯洁了 姐妹们你又没有这种感受 那我跟这位亲爱的姐妹讲 我说圣经中告诉我们 有一个目的 你是必须要祈求的 而且这个目的是纯洁的 而且也是圣经所鼓励的 那就是仰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仰望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 仰望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天堂的基业 向往天堂 是我们抵挡苦难非常重要的一环 天堂是我们的避难所 愿我们在苦难之中操练死亡 也在苦难之中来操练复活 在苦难之中来操练喜乐 也操练活在地上 如同活在天上 那今天教会又有一些弟兄姐妹被找 甚至我也经常会有一些的信息说 据说我们的每一场聚会 警察同志都会来参加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么准时 因为很显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没有这么准时 那我想特别的对今天或许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一些的警察来 有几句话说 基督徒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爱中国的一群人 我们爱这片土地上的同胞 我们愿意把上帝赐给人类那美好的福音 告诉我们的同胞 其实我准备了两张PPT 我在讲的过程中刚才挣扎了很久 但是我想还是要把它放出来 因为我盼望我是因着爱的缘故把这个放出来 我想告诉我的同胞 我想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在512大地震之中 我们的心无法在耶稣基督里 在福音之中来理解这一场的苦难 那就正如同人类所有的苦难一样 就正如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苦难一样 这些受苦都成了突然 这一位身穿球服的先生叫谭作人 这张图片写到说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纪 这显然是四周年纪的时候做的一张图片 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囚徒 他叫谭作人 但今天我要向这位先生致敬 他此刻正在监狱里做人 因为调查那些造成孩子死亡的豆腐渣工程 他被以荒谬的罪名判刑五年 鞠躬致敬 他与王毅牧师同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是我今天在文语圈看到的一张图 5月2日过去14年了 在媒体之中 在人们的纪念之中 那些死去的学生 还不如这一头猪 这个被称之为叫猪尖墙的 这头猪在大地震中活下来 他被现在制成的标本 在博物馆展览 这场苦难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难道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都白受了吗 若是在极深的苦难之中 我们没有出路 在极深的痛苦之中 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在这地上就活得太可怜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同胞 若是今天晚上又来参加 我们祷告会的警察同志 希望你们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福音 我们的生命都会消逝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 都需要得到一个结局 有些苦难 若是上帝怜悯 他会被洁净 有些苦难 所接续下来的 则是更深的苦难 就是在末后那一场 与神隔绝的审判 愿主帮助我们 愿我们能够把那一位喜乐的神 带给这一个苦难深重的这片土地 愿那一位喜乐的神 愿基督徒们所敬拜 所仰望的那一位喜乐的神 也能够安慰众人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 主要各样的苦难 实在是揪着我们的心 各样的苦难也往往会击垮人 各样的苦难也往往会让人失去盼望 也会让人陷入到一种 可怕的虚无之中 恩主祈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来思索苦难 恩主祈求你真的是 从天上 让你来垂看我们 你将我们从这苦难的滔滔江水之中 一把拉起来 恩主我们将这一片土地上的百姓 都交托仰望在你的身手之中 我们深信 这十几亿的生灵之中 还有许多属你的儿女 并且他们也都是你所造的 主要就求你怜悯 就求你的怒气不要发作 就求你些许的 主要你给你的教会一些时间 让我们可以将你那恩惠的福音 传扬给我们的同胞 愿主帮助我们 愿那喜乐的神 哦主啊向我们仰面 也向更多的我们的同胞仰面 因为我们爱他们 因为你让我们要容神义人 因为你让我们要把那恩惠的福音 传给他们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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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谢谢书记长书记传导带来的讲道 以身为乐 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 在这个苦难中 早日的得享受神的快乐 我们来一起来唱诗 愿更多的人 能够明白这样的心 感谢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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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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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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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是张优盛 你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你的仆人 那一万之地为你来发出光来 那一万之地为你来发出光来 主啊 在那腐败黑暗的地方 主啊 为你发出新香的 那美好的福音的新香来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求你来当助 主啊 在你所有的这些受苦的仆人的家庭 主啊 在这个苦难当中 能靠你的恩典站立得稳 主啊 求你所有这些受苦是逼迫的教会同在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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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来继续 来认识 主啊 在这个苦难当中 来真正来认识你 主啊 认识你的恩典 好使我们在我们的余生当中 继续地跟随你 走那十字架的道路 来荣耀主你的圣民 拓展主你荣耀的国度 主啊 感谢你 为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民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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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来 继续帮助我们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没有栅栏的天空 这是一首中国家庭教会的诗歌 这是也是 我今天看到一本书叫张荣亮传 讲到小敏啊 就是在当时 既大家一起他们在联合聚会的时候 可能在出台那一个中国家庭教会 联合声明的时候 写了这首诗歌 我们求主来 再一次的在他的教会中 在他的权地 做复兴合一的工作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没有渣男的天空》 中文字幕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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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当天晚上在文化公园上摇啊 摇回家 求主来帮助我们 有主在我船上就不怕疯了 我们一起来为秋雨宣誉教会来祷告 求主加给我们力量 跑当跑的路 手索性的道 打美好的仗 我们一同开口 然后请丁淑琪传道 来为这一项献上功道 我们先一同来为自己祷告 为教会来祷告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来 达曼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哇 教会是 你在地上的预表 基督是主恩怜为王 恢复实价 最新的 把求你来保守 你自己的根本 你自己的脸 来请你来 看见你的荣耀 的恩惠 我感谢赞美你赐给他们忠心 福祉的心 你赐给他们的智慧 赐给他们的亲自的慰养 他们的慰养 能够把你的道理 来听取我们的慰养 能够牧养这些秘密 我们不严厉所得到 愿意来跟随你 愿意严厌使这些 聪与圣约的这个 传道 就是 传统之神 他们 守主祈福他们的家 赐给他们 我们的 还是让都没有缺 把我们的慰养 在我们的家里 奔上财安 祝福他们的心 让他们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 在心里面 能够成功 能够 学习 在 一个 既可 慰的心 我们在 奔走天类的行程当中 愿意 在 看 神 为之 为了 为这个 职业使之天一 用力量 来跟神 在我们的面前 真心 悔感 为主 重生 我们 这一群 与圣约 要为 敬离 为主 召召 都 有 重慰的心 来 跟随 在 师父 教 说 谢谢 祢 祷告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下面请 丁舒奇传道 来 为这一项 天上功道 慈悲荣耀的父神 我们 再次来到 祢的面前 主 这世上 有苦难 祢却赐给了 我们平安 主 祢在 十字架上 祢废除了 那死 那罪的 一切的诅咒 与刑罚 你如今将那 美好荣耀的 那一切的应许 都赐给了 你的儿女 恩主 我们感谢赞美 祢 主 因着祢的缘故 这世上一切的苦难 在我们身上 就得到了解释 就得到了更新 主 我们如今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这世上 也经历许多的苦难 主 祢会管教我们 或祢要在我们身上 显出祢的作为 或者 主 祢要 使用这 一些的逼迫 主 祢要来成就 那更美善的功 或者我们中间 有一些人 所经历的苦难 实在是 有祢测不透的奥秘 恩主 我们将这一切 都带到祢的面前 求祢继续来引领 继续来保守 来安慰 来看顾 这间教会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 因为祢使用王一牧师一家 来亲自牧养和建立 来服侍这间教会 主要我们感恩 因为祂的服侍 是大有果效的 主要就如同祂在 祂所讲的圣道中所言 祂看见弟兄姐妹 生命的成长 这成长就是祂的喜乐 这成长就是祂的荣耀 主要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实在是帮助我们 因为基督 既在肉身受苦 主要你也让我们 要以这样的心智 当作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求主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经历这逼迫 经历这苦难的时候 能够更深地去仰望 那末后的天堂 去仰望那 你在实价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 那至圣 那荣耀 那永恒的宝藏 主要我们感谢你 愿你继续来扶持 来引领我们 万物的结局尽了 恩主啊 你让我们也深知 我们乃是活在一个 末后的世代 请求你帮助我们 来谨慎自首 来警醒祷告 你也赐给我们 那切实彼此相爱的心 你让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真实地活在那一个 活泼的生命的共同体制中 让我们来彼此看顾 来彼此帮助 来彼此同喜乐 同悲伤 恩主我们感恩 你赐给我们中间许多 那彼此相爱的见证 你再激励我们 你再向我们显出 你在这间教会的恩典 我们为此献上赞美 为此献上感恩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恩主也 祈求你帮助我们 你让我们实在是 要个人照自己 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主啊 在这一个教会 失去会堂 真的是在很多时候 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聚会的 这样的处境之中 你来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 你来兴起 你在这间教会 你装备这许多年 你装备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 许多年 你使用他们 要在这艰难的时候 为你的教会 为你的百姓而兴起 你兴起许多的这间教会的家庭 你来兴起许多的细胞组长 你来兴起许多的组长 你让他们实在是看见 这如今就当是彼此相爱 就当是要去服事你的时候了 愿主实在是帮助我们 愿你赐给我那热心 那爱心 让我们彼此服事 让我们按那你赐给我们的恩赐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主将那基督是主恩典为王 非富世家奋心福音的意向 首先转你赐给这间教会 让我们中间能够一次一次的 透过那圣徒彼此相通 那彼此相爱的样式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让我们为你所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欢喜快乐 愿你用笑脸光照远我们 愿主赐给我们喜乐 感谢赞美主 封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 他一直扶持我们 到如今 我们来继续祷告 我们第五项 我们也为近期被逼迫和约谈的 一些会友们来祷告 看到仍然有一些零星的逼迫 今天肖诺彪老师 加勒贵弟兄也是被这种传唤和约谈 这是最近就比较明显的这种记号 我们丘主也继续带领 我们继续在五月六月 继续地经历他的保守 我们也为那些 因为为乌克兰祷告 为上海疫情祷告 因为参加布导会 而被喝茶的全国各地的基督徒来祷告 最近有个祷告群 但为阿兴弟兄来祷告 我们中间有重庆的 还有成都的一些许多的 还有全国各地的 就是有被约谈 被谈话 丘主来帮助 我们也为最近 所有的那些追求真理 公义爱和自由的中国人 再一次的来祷告 我们终于一同来开口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今日 真的是蒙到荷兰大的恩典 就让我们可以在一切的患难逼迫中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们终于一同开口 我们为自己祷告 也就求主预备我们的心 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再一次被传唤 被逼迫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如何来回答 我们心中那盼望的缘由 我们一同开口 然后我会为这一项 献上公道 我们先众人一同开口道 我这个结束地总监 我此外来祝福来 我此外来祝福来 帮助您祝福来 中国的中国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保证书 我们看到主啊 你对这些教会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你看到主啊 我们在真的是各样的软弱逼迫患乱之中 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常常的也容易软弱 小心 但是主你不断的扶持我们 不断的用恩典来带领我们 你没有使我们受压过重 没有使我们背弃你的名 主啊 你虽然使我们中间一兄弟兄姐妹有跌倒 但是你把我们扶起来 使我们可以再次来见证你的名 这求主你呢 继续地看顾 近期被有关部门所约谈的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有王洪妃姊妹 房小民姊妹 徐浩阳弟兄 还有主啊 肖诺彪弟兄 还有一些可能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弟兄姐妹 主啊 就求主你来看顾这些肢体们 当他们在警察的面前再一次的来确认自己 主啊 属于你 属于这些教会 属于那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位 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就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借着主啊 你借着每一次这种逼迫 和逼迫的风声不断地在问我们 我们是否准备好了 我们是否真的是愿意继续地倚靠你的恩典 继续地走那十字架的道路 跟随你到底 就求主你赐给我们继续地你的恩典扶持 主啊 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是软弱小心 我们常常是在各样的风声里面 我们的心是紧张 我们有很多的担忧 担忧我们自己的妻儿 担忧我们的父母 担忧主啊 我们眼前的担忧警察的暴力的执法 但是主啊 我们有很多的担忧 但是主 求你赐给我们圣灵 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么每一次 不管是我们自己被找 还是我们肢体被找的时候 我们都来预备 我们再一次的确信 主啊 你爱我们 主啊 你的爱 使我们可以放心地 完全地把自己交托给你 我们也再一次的 我们也为近期在全国各地 因为为乌克兰祷告 为上海的疫情祷告 参加周五的布道会 以及恩典城市的布道会 而被约谈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为阿信弟兄来祷告 也为重庆的黄玉田姊妹来祷告 还有许多的 我们不知道姓名的 他们被约谈 被问他们 为什么要为乌克兰祷告 为什么要为上海祷告 为什么要为秋雨祷告 为什么要参加布道会 我们都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爱的缘故 这世人不明白 这些警察不能明白 那一个更大的国度 所以他们常常的 现在他们自己的那样的 看所有人都为他们的敌人 但却不知道 我们这些祷告的基督徒 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愿意为他们 祈求上帝的怜悯 祈求上帝的饶恕的人 继续的来带领中国社会 来扶持我们 求你来怜悯那一切的 寻求公义 追求公平 追求公义 追求爱的中国人来祷告 就是你看到许多的人 他们今日感到愤怒 他们今日感到无赖 感到苦毒怨恨 但是主啊 他们在 如果不在福音里面 就没有出怒 求祝你来怜悯 主啊 你怎样怜悯了我们 你怎样说我们 真的是脱离了那样的愤怒 脱离了情欲的捆绑 那我们今日也可以是 那一切的追求真理的 那些人 可以在你的教会里面 得到安息 得到庇护 真正的看到 何为爱 因为我们被爱过的人 才能够知道如何去爱别人 主啊 你看到这是一个无爱的社会 许多的人 在痛苦中彼此伤害 主啊 求你再一次的 用你的爱 来充满我们 是我们这些情人 被你的爱 所浸泡的人 可以不再去恨 可以不再被恨 所挟制 还是可以 爱能够胜过恨 求祝你来怜悯 今天的中国社会 带你 你的这群百姓 带你 你的这群儿里 我们是你爱的儿女 我们是你 从十字架上的爱 所生的儿女 求主继续地扶持我们 带领我们 看过我们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 感谢主 好 今天的祷告事项就到这里 但我们知道 还有许多的祷告 求主继续弟兄姐妹 继续地祷告 在小组 在家庭 在里面祷告 也请大家可以 在这个主日的时候 也可以大家自己来分享 自己在地震的经历 对你自己有怎样的改变 对你 特别是对你的祷告 有怎样的改变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 来分享 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 《主爱在中国》 最后的一首诗歌 我们求主来 真的点燃我们心中的盼望 再一次地将我们自己 献上献给他 献给那一位恩主 《主爱在中国》 《主爱在中国》 小春 甘願犧牲 神中荒涼 鮮耳與無敵 百年恩典 安穿四季 神之淹淚 花生中朝生 願我下我無緣有 小主 饒恕美麗 主愛在中國 沿著永恆的奔華 主愛在中國 心情忘恩講正義心 主愛在中國 沿著喜帶 女生渡 再生意坐著 主愛永無息 荒野天堅 同世家身影 城中街路 敬拜身影 仍在前面 守住生命 守去守如守世 沉沈 守住世放逢 荒野 守住生命 天堅 守住生命 在耳朵 眼睛寂寂寂寞 眼睛寂寞 明晰寂寂寂寂寂寂寞 淖寂寂寞 宫迷寂寞 寂寞 只 lifes寂寞 哲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